电梯上了十一楼 丽北爵搂着他停在了房间的门前 拿着 一张磁卡塞进了吃恩恩的手里 这是什么 你是真蠢还是假蠢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混到今天 还没有被人给吃了的 丽北爵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磁卡 在房门的金属仪器上一刷 咔嚓 房门应声而开 紫禁园的安保措施是京市最好的小区 这里的房门必须刷卡才能进来 电梯则是高科技先进的人脸识别系统 除非这栋楼的住户 其他人不可能进入这里 绝对安全 还有 楼下地下一层有一个生活超市 平时要是买菜 日用品的都可以在超市去买 超市统一刷门卡 每张卡的限额是十万 刷完之后需要到物馆处去充值 这张卡上的钱我还没有用过 你看着刷 痴恩恩还是第一次听说 超市是用房卡刷商品 直接拿走的 呆了呆 随即反应过来 不对 他又是送钻戒 又是给他房卡 究竟想要干什么 历 身边的男人已经率先走进去了 痴恩恩没有办法 只能是跟了进去 历北角 我 噓 走在前面的男人停了下来 看看 你喜不喜欢 痴恩恩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 只见整套房子 全部黑白简约装修 寒范十足 在环形的大沙发上 堆着十几个玩偶抱枕 五颜六色 和房子整体低调奢侈的装修 格格不入 痴恩恩却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 指甲陷入肉里都不知道 他一顺不顺地看着沙发上 堆着的玩偶抱枕 鸣紧了唇角 他以前很喜欢毛绒玩具 总是喜欢买回来丢在沙发上 没想到 历北角还记得 我问你 喜不喜欢 微凉的手 被人强行个拽了起来 指腹传来 酥酥麻麻的电流 痴恩恩猛地回过神 把手抽了出来 眼神剧烈地震动 绝少 他深吸了一口气 义正言辞地看向一脸不悦的 他抽出手来的男人 我们谈谈 历北角连起毛子 扫了一旁打亮房子装修的思辰一眼 出去 思辰一看两个人的气氛不对 识趣地先出去了 还贴心地帮两个人拉上了房门 历北角全身坐在了沙发上 气场强大 伸出手 过来 痴恩恩还在犹豫 你不是要和我谈吗 过来 坐到我旁边 我和你谈 好 痴恩恩坐了过去 不过 不是坐在她的旁边 而是坐在她的对面 但沙发是环形的 坐在旁边和坐在对面 没有什么区别 最多 只是心理作用上好受了一点而已 本来以为 历北角会让她坐过去 没想到 她像是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一样 翘起二郎腿 桀骜霸道 说吧 谈什么 大手一勾 勾住了她一缕长发 玩了起来 要多乙泥 有多乙泥 要多暧昧 有多暧昧 痴恩恩忍了忍 平心静气地强调 历北角 你不要这样 我是认真的想和你谈一谈 哼 不好意思 我恰恰相反 除了床上 我什么都不想和你谈 反正你说来说去的 无非就是那么几句矫情作作的话 床上 她脑袋里还能不能想点别的东西了 痴恩恩面红耳赤 激励地维持严肃的样子推开她 历北角 你不要这个样子 眼看着就要洗到香唇了 却被人无情地推开 历北角浓黑的眉头 不悦地紧锁 不顾她挣扎 扣住了她的双手 俯身堵住了她的唇 十多分钟之后 痴恩恩的唇角已经发麻了 男人才艳足地离开了她的红唇 大爷一样地重新捏着她的手指 把玩了起来 大发慈悲地挑了挑眉 说吧 她这个样子不配合 她怎么说 痴恩恩一边被她捏的手指玩 一边平复着喘息 极力地绷着脸 可是耳垂声里反应的红韵 却把她的严肃出卖得彻彻底底 丽北绝 你误会了 我没有玩欲擒故纵的把戏 捏着她手指头把玩的男人顿了顿 桀骜贵气的丹凤眼一台 没有接话 痴恩恩继续 我真的没有跟你玩欲擒故纵的把戏 你相信我 那天晚上在酒吧 我喝得有点多 和朋友胡闹 如果惹到你了 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不是故意想要去找你 那真的是个巧合 我对你绝对没有半点沸沸之想 你 她的话音未落 手指尖目然一痛 痴恩恩差点叫出声来 不过 她看到对面人的脸色 硬生生地忍住了 怎么不说了 她刚才不是很能说的吗 这个女人永远知道怎么样 才能在她的心口捅上两道 说完了 该我说了 丽北觉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猛地站起身来 一脚把脚边的一个抱枕给踹飞 俯身一只手抓住了痴恩恩的手腕 猛地把她给拉扯了起来 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 以前我相信你了 结果 你拿钱走人了 现在你又要让我相信你 你这次又想骗走什么 痴恩恩被戳中了软肋 无法反驳 不管是什么原因 五年前 她的确从她的身上 带走了五百万 丽北觉浑身透出了龙冬般的凌冽气势 阴谋盯着她的眼睛 捏起她的下巴 强迫她看着自己 说呀 痴恩恩咬紧了下唇 丽北觉怒急返校 吃了一声 猛地弯腰把人一把打横给抱起来 往里面走 你干什么 砰 卧室门被人暴力地拆开了 下一秒 痴恩恩被丢在了软软的大床上 男人栖身压了下来 敢泥 痴恩恩拼命地挣扎着 流氓 卧室 你放开我 丽北觉单手抓住她挣扎的双手 扣在她的头顶 男女的力量悬殊太大了 痴恩恩真的是开始慌了 你放开我 你不能强迫我 你要是强迫我 我可以告你 哼 那你就去告 冷峻的男人耻笑一声 俯身在他的脖子上 留下了一个暧昧的印记 抬起头 漆黑的毛子 漂亮得跟黑钥匙一般 里面透出浓浓的战有欲和固执 痴恩恩 我早就说了 与情故纵那一套对我是没有用的 以前我让着你 那是因为我舍不得 现在 我已经决定按照我的方式来做 不需要你的同意 反正她也不会同意的 她只会在骗人的时候 装出楚楚可怜的样子 说完 利北绝再一次俯身 立北绝再一次俯身 稳住了她的唇 男人的气息强势地扑过来 痴恩恩无故事 一场强势又极致地缠绵之后 痴恩恩彻底地昏了过去 在昏过去之前 她依稀听到了 利北绝残酷的声音在宣布 这里以后 这里以后就是你住的地方 痴恩恩 不要违抗我 不然 我也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